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需要五倍祖宗行善积德 家族里才处一个念佛人 你能学佛念佛 不但是家族沾你的光 周围所有的人都受益 所以奉劝大家一定要珍惜佛源 发大愿 制成念佛 超脱六道 永断轮回 那你才是最大的孝子和功臣 对了 所以很多人并不是说你孝顺爸爸妈妈要在爸爸妈妈身边 并不是说你要对孩子好 你一定要在他身边 你如果能够加持他 让他开心 对不对 不在你身边 他很开心 他不生病 那么你不是对自己的孩子 对自己父母亲好吗 天天在边上天天吵架 开心不啦 不开心 那好啦 就这么道理 那师父 他这里有一个一句话 他说 但是信佛海南需要五倍祖宗行善积德 家族中才处一个念佛人 这个是怎么理解呢 这个就是过去呀 过去因为有杀业的人 至少要五倍不杀业才会有一个人信佛 并不是说我们 就是说业障很重的人要五代都没有大业 你才会有一个小辈 信佛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好 谢谢师父的 此备感谢